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曾经公开拒绝做警察生意而爆红的深水埗天福小食 无论何时都这么多人排队 就连对面同样是黄店的混帐番老板都走过去 天福老闆立即公開說多謝懲罰 還呼籲大家幫忙報仇 被網民形容為黃店星星相識 實現黃色互助經濟圈 他很好人 前一陣子突然有催淚彈 他都會過來提我 你沒有出乘了 你差不多時候就快點下班了 通常就是有什麼突發事情 走過來停醒 因為我處理第一次創業 我有很多問題我都會問一下他 問一下他這裡討論客源 例如哪個時段比較多人 我們市中主打是漢堡沙戶 所以就不是太大衝突 其實大家互助互利這個形式是最好的 天福由80後老闆娘三年前頂手 和混帳方同期進駐長沙環道 而混帳方由兩副紙經營 主打港式小食 例如腸粉、魚蛋和滷味 招牌16元的混帳三寶 就包了燒賣、魚蛋和腸粉 近排入抽 大家還可以試下用了30年陳皮的紅豆沙 肥仔老闆說 在附近疾貨店買回來都要60元兩 還要只有六七片 如果想吃清一點 還有每朝鮮制的豆腐花 豆香夠濃 而且口感夠滑 其實本身打算去天福那裏吃 但天福他都說了 除了他們是黃店之外 有其他黃店都需要大家去支持 因為我見到Instagram或者Telegram一些post 都說一些比較熱門的黃店 都比較多人光顧 都造成了很多人一直排隊 有些相對比較少宣傳或者少人知的黃店 相對小人排隊可能生意都比較不好 所以就特地過來支持一下 因為長線的抗爭 整一個黃絲的經濟圈是會有成效的 每次都在市場中運動 一直在Facebook呼籲市民遊行 而遊行日都會免費派水 市場秩序就在這條街 一放是關門都關不及的 因為初初有些示威者來的時間 都沒有問題的 都照做到生意的 其他店都關了 只剩天福、我們等等 但最後情況太厲害了 就一定要關門 你最後有些食材就要丟 你又要整間店都要清潔過 是會有影響的 其實由七月開始也是 都少了三兩成 都可以接受的 我會體諒 這是我自己的性格 我覺得對的我就會做 表態力量不算大 但起碼最低限度 如果有看到的 希望他們知道 不是只有他們自己 我們作為成年 是雜無旁派的 這件事 不能夠讓他們自己 就這樣孤身上路 可能幫不了他們些什麼 但最低限度 我們都會在後面支持他們